单筒哪个品牌最好 这种问题也常被斥之与弊 因为既然是威士忌单筒 也就是说具有了唯一性 有可能某些品牌很好 但不一定有很好的单筒 比如厂家不出 也有一些品牌并不太知名 但不妨碍有部分好的单筒 会拿出来卖 但应不少学员的要求 我们还是尽量 星天写一篇仲草文章 推荐几款 书感威士忌单筒 首先推荐McCarlane 麦卡伦单筒 这还用你介绍吗 还真要 因为大部分的听众 可能都听过或喝过麦卡伦 双筒 三筒 N个筒 想想如果喝的是麦卡伦的单筒 它并不需要用来 和其他不同水平的麦卡伦 混合做出的大货 而是精选其中的一桶单筒 直接装瓶 是什么体验 巅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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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推一个单筒品牌 Damo 大摩单筒 如果你进入大摩的仓库 会发现门前有三个橡木桶 分别就是Metusalan Apostal Amoroso 三种雪梨桶 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大摩 什么十二十五十八年等威士忌 通常都是先放到波本桶 九到十四年之后 再过桶 过一些好像刚刚提到的三种雪梨桶 因此大家常见的大摩都是波本桶 如果一旦见到大摩雪梨桶的单筒 幸运人生从此开始 如果卖唇膏的李先生还在 他一定会告诉你 买买买 好 第三个 Tulibadden Tulibadden 还是说英文吧 Tulibadden 单筒 厂家声名采用Highland Spring 高地泉水作为水源 这可是我买的矿泉水一个处处 信奉生命之水 重要组成部分 是谷物加酵母加水的你 要感受水对威士忌的重要性 那Tulibadden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温馨提示 其实买第一年份的Tulibadden 单筒就好了 为什么 毕竟你要感受什么水的气息 谷物的风味 也就是说不要受太长时间 橡木桶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一些 非常年轻的单筒 很有意思 再介绍一个 Logloman 罗曼湖单筒 都知道罗曼湖集团的威士忌最近大热 我们不能只看资本运作 什么高手操盘 要看内在的原因 还了解我们的初衷吗 我们为什么要找威士忌单筒 就是要找Different 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只是橡木桶 别人有波本桶 你也可以买 别人有雪莉桶 你也可以买 除了单个桶的区别外 更重要的是 净从之前的原液 经过的蒸馏器 市场上基本全部的威士忌厂 绝大部分都只有胡适蒸馏器 或连续蒸馏器 其中的一种 只有罗曼湖威士忌厂 罕见的拥有 额锦胡适蒸馏器 特殊纸锦蒸馏器 固物连续蒸馏器 以及咖啡连续蒸馏器 四种蒸馏器 没有世界唯一 也起码是苏格兰独家 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独特性 因此威士忌单筒 呈现出多元化 所以得到了很多影家的追捧 再介绍一个 Linkboard 宁可无德单筒 好 老觉得这翻译名 有点像什么 宁可无德 好 anyway 开玩笑 其实是得意双清 好像我们的郭德纲老师 可能你说不会吧 郭德纲老师 应该比Linkboard知名多了 其实郭德纲现在当然是红了 他出道时可没什么社交媒体 大红之前 他的水平其实已经非常之高 我还记得在大概20年前 我不小心从凤凰台 看到他的一个小小的采访 赶紧借北京出差的时候 让朋友帮忙买了20块钱的一张票 亲身近距离啃着瓜子 看着头下郭德纲老师的精彩演出 那个爽啊 好像吃了三碗三大碗螺丝粉 我们还是说回Linkboard 世界销量冠军 Johnny Walker的激酒之一 低调的躲在Space 没有游客中心 只有什么Gordon M.A.Fair Duncan Taylor Douglas Line等知名的装品商 定期进入酒厂 运走一个个让人流口水的Linkboard单筒 你应该懂 好了 时间关系 今天只种潮五个品牌的单筒 有什么要了解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See ya